第十一周 各位兄弟姊妹,早晨! 今天是上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五。 《尼撒经文》在《敬礼及尼撒小冊子》第五版 《敬礼耶稣圣心》 《读经》在《尼撒经书》第五十五版 本台《尼撒二向》 替慰亡者代徒 勞骁娟Maria 上主的计划永恒不变 祂将救我们免于死亡 在基紧时养活我们 《尼撒经文》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玛 愿平安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兄弟姊妹 愿咱们大家应聚虔誠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姊妹 圣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果实 我罪 我罪 我的众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精圣母Maria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遂念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玛 上主求你遂念 上主求你遂念 基督求你遂念 基督求你遂念 上主求你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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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上主天主求你以你圣子圣心的德能 强化我们 以他的爱火燃烧我们 使我们思想 言行 都能日直朝相似他 适于分享他的永恒救恩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会你及圣神 是天主 永生 永皇 阿玛 教授 签读聖普陆中途自格能多人厚书 弟兄们,既然有许多人,按照俗世的看法夸耀,我也要夸耀。 其实,若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我狂妄地说,我也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 他们是亚巴郎的苗蕊,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服役,我疯狂地说,我更是。 论劳碌我更多,论监禁更频繁,论敲打过了量,无死亡是尝试。 我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小一下,受杖击三次,被石击一次,租翻船三次,在深海里渡过了一日一夜。 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导察的危险,又同族来的危险,又爱邦人来的危险。 城中的危险,抗野旅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帝轻中的危险。 城中的危险,牢险辛苦,女不得眠,忍饥受渴,女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 除了这些事以外,患有我每日的繁忙,对宗教会的跨累。 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跌倒我不深招呢? 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上主的话, 上主救拔我,脱离一切苦心。 我必要时时赞美上主,对他的赞众常在我口。 愿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愿谦卑的人听到也都喜悦。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众扬他的名字。 我寻求了上主,他听了我的祈求,由我受的一切经王中将我救出。 神主我得我,脱离一切苦心。 你们占养他,要喜迎于色,你们的面容绝不会羞愧。 卑微的人一呼号,上主立即苦运,并且救拔他脱离一切的苦心。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神凭的人真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保。 因为在地上有松柱,有收食。在地上也有财挖洞偷竊。 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保。 因为那里没有松柱,没有收食。那里也没有财挖洞偷竊。 因为你的财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当光明。 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 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不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啊。 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提醒我们,用一个比喻,用我们的眼睛。 他说,如果眼睛是康健,我们全身都是光明的。 但是,如果眼睛有了病,全身就会黑暗。 是什么意思? 眼睛,如果黑暗。 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去看我们的价值观。 如何去看这个世界。 如何去看生命。 如何去看所有的伦理。 所以,你听一下。 他上一篇说,不要在地上聚触。 有松柱,有秀食。 但应该在天上。 这个就是黑暗的意思。 黑暗就是我们看的价值观, 完全只是在于世间的物质上面的多与少。 在上面去来糾纤。 糾纤于,一样东西要多些。 无论是金钱。 无论是衣食住行。 一样东西要是多过人家。 一样东西来比较,要好过人家。 一样东西要,我要突出。 不要吃虧。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黑暗了。 即是我们看的东西。 不能够看得到,我们有着一个基督徒。 不能够看得到,超性上的得益。 在我们的品格的提升。 在我们信仰的生活能够得到恩宠。 能够去行善。 这些全部是取悦天主的。 所以今天,第一篇的读经,是震撼性。 因为圣保禄起这段最出名的这段的书信。 在《格林多人》后宣的第十一章里面。 说出了就是,它种种的眼光的价值观。 尤其是对于两样东西。 对于一个我们外在所遇到的困难。 我们的如何看法。 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在的软弱。 如何看法。 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光明呢? 还是黑暗?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受。 圣保禄自己说自己,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巴朗的后裔吗?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有着不同的地方的。 是基督的服役。 为基督而生活。 而且,他一连串地说出了, 他遇到的困难。 大家刚才都听到。 我们有时候, 我们埋怨着自己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比起圣保禄所说过的, 真是微小我们的困难。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怎么看? 眼睛看到的, 一遇到困难, 一遇到危险, 一遇到鞭打这些事的话, 遇到种种的, 或者在物质上的缺乏。 在食呀, 在睡觉呀, 在衣食住行方面, 或者在工作上的繁忙呀, 很多的挂累呀, 那些。 一遇到这些, 怎样? 怨天游人。 为何要这些事, 发生在我那里? 而经常去比较, 为何他们有那么好? 我那么坏? 我那么差? 除了这些之余的话, 还有自己内内的软弱, 自己很多的缺点。 又是怎样? 又是比较。 比较在人家那里。 当我们病的时候, 埋怨为何人家那么健康? 我的病? 埋怨自己, 为何? 好似, 教制方面不行呀, 为何人家那么好, 我那么差? 起口才好, 起唱歌好, 起任何的种种的表现好, 的才能好, 又是在那里比较, 又在那里埋怨。 这些就是我们。 但是圣保禄提醒着我们, 无论是外在的环境的困难, 又或者是自己内心的奋斗的缺点。 他说, 我必须要夸耀, 夸耀我软弱的事。 圣保禄在夸耀的是他的磨难, 是夸耀的他的软弱。 各位, 为何他要夸耀? 我们普通的人经常在埋怨, 但是圣保禄的夸耀, 就是因为他看得到, 天主藉着这些外在的困难, 天主藉着我们的缺点, 能够令到我们谦虚, 吾埋怨人, 而是去看得到, 去依赖天主多些。 能够看得到天主的大能, 这些就是光明。 黑暗的只能看到自己, 在自怨自艾, 黑暗的感觉到自己人生, 遇到这么多的事, 由外在好, 内在好, 令到我生活, 生命, 这么贫乏, 能够成日不开心, 不幸福。 这些就是黑暗, 这些就是我们的眼光, 看不到事情, 黑暗了, 病了, 但是我们要有着一个健康的眼光, 的眼目, 看得到天主的手, 藉着我们, 似乎被人的外在的磨难多些。 是的, 我多病吗? 是的, 我的工作不愉快吗? 是的, 我的缺点又多吗? 种种的看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来依赖天主多些? 圣保禄有说过的, 他说哪里, 那里有罪恶多些呢? 那里就更加有恩宠的。 如果我们遇到磨难, 天主容许, 我们遇到那么多的磨难, 他就会给我们更加多的恩宠。 如果我们去奋斗, 如果我们发天主, 做我们出来, 能够有那么多的软弱的, 只要我们奋斗, 只要我们去更新自己, 去改进, 我们的恩宠, 是比其他人的更加多。 这些就是光明, 这些就是眼目的光明。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 我们敬礼耶稣的圣心, 希望能够耶稣的圣心, 洁净我们的心灵, 洁净我们的眼目, 能够以信得, 依赖上主的心, 的眼目, 去看我们周围的东西, 能够看自己的奋斗。 天主, 是眷顾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天主是给我们恩宠的, 我们有没有掌握得到, 藉着我们旁边每一日发生的事, 能够去来, 增加我们的恩宠, 甚至是磨难, 甚至是软弱。 但是, 正如圣保禄所说, 当我感觉到软弱的时候, 我就是坚强。 为什么呢? 因为, 感觉到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谦卑自己, 能够去来, 懇求天主的帮助, 能够倚赖天主多些。 所以, 我们的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光明的, 就是去来, 倚赖上主的恩宠, 能够倚赖天主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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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当我们现在参加着黎撒干的时候, 我们那种的心灵, 完全依赖着基督, 他的祭宪, 成为了我们的祭宪, 我们多么幸福。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都能够好似一台的黎撒一样, 参与着黎撒一样的话, 你想想我们的生命, 多么幸福。 无论是发生着, 开心与不开心, 或者困难与不困难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能够令我们更接近主基督的苦难。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为人类劳苦的果实, 墨面饼,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每天自粮, Muslims São南, 如果你能够 following the tattoo trip, 我们经常不 holiday Same Clifford, 我找到一张准备给你。 多么旅温的 쉼铃umed相信声, 不愿天主即没介绍。 要证明它, でしょう, 此 Lastly, 各而是学校的目 higher性, 祢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祢。 我們將葡萄樹和人類勞苦的果實, 葡萄酒呈獻給祢, 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 願天主永壽讚美。 各位兄弟姐妹,請你們祈禱, 望全能的天主聖父, 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 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 為讚美並光明祂的聖名, 也為我們和祂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天主,慈善的父,你良善無比,愛人自極。 竟把你的唯一聖子刺給了我們。 求你小們與他結合為一, 作為夢你月納的禮品。 恩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 阿瑪。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請舉心向上, 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這是你所當然的。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 實在是你所當然的, 並能使人得救。 你曾願十字架上的獨生子, 被長矛所刺頭, 使闖開的聖心, 作為廣師神恩的寶父, 為我們開啟人愛和聖草的存餘, 又使愛火常言的聖心, 成為熱誠者的安氣, 懺悔者的投靠。 為此, 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 以及天上神聖, 歌頌你的光榮, 不停地歡呼。 聖,聖、聖、聖上主, 萬有的天主, 你的光榮充滿天地, 歡呼至聖、享切運笑。 奉主命以臨地, 當壽讚美, 歡呼至聖,享切運笑。 上主,祢实在是神圣的,祢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祢,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祂甘愿舍身受难事,拿起面柄,感谢了 分开,交给祂的门徒书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祂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祂的门徒书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身而永久的门徒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以赦免罪我 你们要这样做,来计念我 我们要这样做,来计算我 信德的奥借 基督 我们全部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明地来临 双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日 双主 求你谁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皆同我们的教宗方祭国 和我你卑微的仆人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谁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谁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荣的光辉 求你谁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精荣福玛尼亚 他的静配圣药实 诸圣中途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福 一切崇敬和荣耀 藉着基督 戒同基督 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玛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分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授典养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愿你今天想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愿你宽恕我们的罪祸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勉于凶我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誠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中途门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业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愿主的平安 上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足平安 祝你祝福我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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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隨免勢聚者,夢照來付聖宴的人士有福地。 主,我當得起祢的我心裡內,只要祢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傳遇。 這個說再見。 我以為你愛人四死為什麼有所貌傷的所以 Lan様,我在發啊很高的雲, 雲,雲是誰的生 consisting的,雲的雲又幾乎。 focus點燒不脫有種 boost故的話這些故事是要求暫停的, 不單插機會按摩水。 多苦力,你也會加熱。 主說:「誰口渴就到我這裏來渴罷, 凡信從我的將有活水的江渴,從他的心中流出。」 主說:「自己為何人知不得了?」 主說:「你也不能令這個海渴, 尤其是美國人知不得了第三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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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祢苦聽我們的祈禱。 阿瑪 願主與祢們同在,也與祢的心靈同在。 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降福祢們。 阿瑪 尼撒禮聖 感謝天主 聖人羅格徐益主保重。 天主,祢尋遂聖羅格懇切之祈求,因此祂作瘟病之主保, 此凡因聖人之名,求祂保佑者,驅得免疫症之害。 我們懇求祢,恩賜我們,恩紀念聖羅格聖人,和祂的功勞,賴祂的轉求, 隨免我們神仁主義,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瑪 大聖羅格 請為我們祈禱。 請教堂